我們先要講的是這個陳大高資班專題製作的報告 然後我們的主題是Sacrine McNair 然後這位是蔡東霖 然後這位是蔡松霖 然後這位是裕翰哥 我們的陳裕翰哥 我是裕翰哥 好 那 那 這個是我們的目錄 接下來我們要講我們的前言 電磁學是一門相當抽象的學科 我們必須要真的著手去做實驗才能深刻的理解它 我認為在詞專題所討論的Sacrine McNair的現象 是一個很簡易的電磁學的例子 我們使用生活中手邊的東西就可以著手開始做我們的實驗 而當我們得到這些數據需要做分析的時候 也會發現它是一個很值得分析的一個現象 接下來來講我們的研究流程 我們研究流程呢 我們會先觀察現象 然後再推敲原理 之後再設計實驗 最後就得到我們的結果 然後去分析它 那我們這次Circling Magnet 是用一顆電池 它兩邊接上磁鐵 那放在鋁波子上之後 它們會有力 就可以讓這個電池車滾動 為什麼這個電池車會向前滾 那結構就像這樣 中間有一顆電池 然後旁邊有兩顆磁鐵 那這邊就會有一個電流流金這裡 那勞倫之力可以寫成這個形式 就是F Z 等於 Q 乘上 E 再加上V V 這個E呢 就是電場項目 這個V V 是直場項 那因為電場 在我們實驗裡面 電場 其實不會影響到它的滾動 所以我們直接把電場這一項拿掉 就剩下F等於Q VxB 切成積分的形式就變成這樣 積分是VxB 然後DQ 那DQ呢 又可以換成爛打DL 爛打是電荷密度 那V乘以 爛打又可以寫成電流向量I 那我們定L的方向跟I的方向一樣 那I就會變成長數就可以踢到外面 在這個公式裡面 我們確定了I的L 也就是L的方向 跟B的方向 就可以知道L的方向 就可以知道L的方向 就是我們手指的 右手開掌定者 大拇指 就是電流的方向 四根手指頭指的是 磁場方向 那掌心的方向就會是受力的方向 線槍 我們觀察現象有 往前滾動了 然後原地轉動 讓鋁脖子轉動 然後讓整個電池車繞大圈 然後我們還要推出 轉動半徑跟磁鐵半徑的關係式 這個電池車長這樣 那這裡會有個電流 從這樣流經 他們討論 磁鐵NX異向的情況 那這 左右邊的磁場 就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因為確定了 電流方向跟磁場方向 所以我們可以就知道L的方向 這個電池車的左右邊 都是受一個向後的 勞倫之力 所以它會向後滾動 那如果當NX級同向的時候 那它左右兩端的力 就是反方向 所以我們推論它會原地轉動 但是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發現如果把電池車 NX級同向放在鋁箔紙上面 它其實不會原地轉動 但是如果把鋁箔紙切成圓形 放在電池車上面的話 那鋁箔紙是會轉動 那為什麼 電池車放在鋁箔紙上 它沒辦法旋轉 我們推測 是因為它電池車兩端的磁鐵 沒辦法一個往前一個往後旋轉 所以如果它要原地旋轉的話 它一定要克服最大的筋摩擦力 但是這個電池和磁鐵 它加起來質量太大 所以 最大摩擦力過大 所以它沒辦法轉動 那如果反過來 把鋁箔紙放在上面 那摩擦力就會 夠小 那就可以旋轉 這是NX異向狀況 好它受離譜 這是NX級同向 所以我們觀察到 當兩端的磁鐵 還有NX級異向的時候 它就會受同方向的力 那 NX級同向的時候 就會有 反方向的力 接下來我們就討論 這個電子車繞大圈 它的半徑 跟磁鐵 半徑的關係 射外面大磁鐵的半徑是R1 小磁鐵的半徑是R2 那 這個大磁鐵 跟地面的夾角 就射為SID 那我們可以看出 它的轉動半徑R 可以寫成R1 再乘以Second SID 怎麼求這個SID 假設這個電池的長是L 那從圖中 右邊這個三角形 這H1跟地面的錘子 然後電池又跟大磁鐵的錘子 所以有幾何關漆 這右邊這個SID 加上上面 H1跟大磁鐵的夾角是90度 那這個夾角 加上磁鐵 L跟H1的夾角也是90度 所以這個角也是SID 那H1就可以寫成R1xSID H2就可以寫成R2xSID 那LcosSID 就是紫色這條線 就可以寫成H1-H2 這條線 H1-H2 又可以換成 R1-R2 再乘以SID Portangent 可以寫成R1-R2 再除以L 那前面我就已經 看到這個R 這個轉動半徑 可以寫成R1sID 因為sID 就會等於根號 E加上Tangent平方SID 這裡面這個是Tangent平方SID 所以我們就推出了 轉動半徑跟磁鐵半徑的關係式 好我現在要講的是這個 軌道改變的現象 在查詢文件資料之後呢 我們發現 有一個現象就是 電池車在拉入大圓的時候 它其實會滑動 我們原本想要寫出它的運動方程式 然後還有這個純滾動的附加條件 我們用這些運動方程式呢 能夠算出來我們 最大近摩擦力的邊界條件 那當我們 超越了這個邊界條件的時候 它就不是純滾動 那它就會滑動 而這個 純滾動的附加條件呢 是不成立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它的這個直心啊 如果在這個輪軸的中心 是在那個電池的上面 沒辦法用我們一般所理解的 鋼體平面運動方程去解決它 還有一個問題是 它需要提出許多假設 比如說 我們要提出 磁鐵中的內部磁場是均勻的 電池內部有液體 可能會造成這個轉動管量的誤差 最後就是理想鋼體假設 理想鋼體假設就是說 我們 這個 磁鐵的外圍啊 跟這個地板接觸的地方 它不會有形變 這些假設呢 都會導致這個結果與現實無差變大 所以我們總結了幾個 無法定量預算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 它需要提出取多假設 使得結果與現實無差大 再來就是說 牽涉到 力軸和X軸的力矩問題 因為這個電池測器 在一邊旋轉的時候 它也變到大圓嘛 所以有兩個力矩 第三件事就是 這個計算過於複雜不易得到堅硬實質 為什麼呢 因為它模型裡面變數很多嘛 所以就會導致沒辦法得出簡潔的式子 還有就是我本身能力不足 沒辦法去分析這個那麼難的問題 然後就是環動原因的推測 我們推測呢 因為它有內外圈不同 所以它的向心力會不同 而當速度越來越大的時候 向心力會越來越大 這時候呢 我們因為向心力不同 所以會摩擦力也會不同 而會有一個摩擦力X 就會導致有一邊先行突破近摩擦力的限制 當它變成動摩擦力的時候 它因為合力變小 所以就會開始滑動 假設是外圈磁鐵突破近摩擦力的限制的話 它會外圈磁鐵滑掉 所以就會往內轉 因此呢 它的軌道半徑會變小 而 內圈磁鐵則剛好相反 如果是內圈磁鐵的速度過快而滑動的話 它的軌道半徑則會變大 再來是實體操作的部分 我們實體操作的分為以下四個 影響算數我們列出了以下幾點 首先磁場跟電流 是最明顯的兩點 而磁場跟電流越大的話 產生的磁力也會越大 所以加速度理論上來講也應該會越大 並且應該是跟磁場與電流成正比 另外就是阻力 阻力越大的話呢 啟動需要的力會變大 續航力會變差 最大速度的話也會受到影響 質量的話 質量越大我們同樣的力提供加速度也會越小 而啟動的力就需要越大 因此結論是 磁場跟電流越大越好 然後阻力跟質量越小越好 以下還有操作變因 我們想說有幾個操作變因 像是 首先我們磁場的話 因為都是買同樣磁力同樣大小的磁鐵 所以我們在此不討論磁鐵的操作變因 而我們將磁鐵列為控制變因 而我們操作變因 首先電壓的部分 我們選用不同種的電池 來看他們電壓的差別 會造成運動的什麼差別 接下來主力的部分 我們有考慮更改底下軌道的電阻 我們可以將鋁波子改為其他金屬 例如改為銅片等等 再來主力的部分 還有溫度影響電阻 我們猜測溫度可能會造成 電池以及金屬的電阻增加 因此我們考慮在冷氣房內 或者是使用各種冷卻方法 來降低溫度 或許可以減少阻力 再來就是 鋁波子的皺褶也會造成阻力 我們盡量讓鋁波子皺褶較少 或者是改用銅片等等 可以減少移動時的阻力 接下來要講的是 研究設備與器材 首先呢就是電池的部分 我們電池採用了許多不同的產牌 其中包括1.5V和16V的電池 那這個1.5V的電池分為4號和3號 最後呢我們選用這個電池 作為我們最後的實驗材料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電池呢 一個包裝裡面有48個 這48個電池裡面理論上來講 電壓差距不會太大 畢竟是在同一個包裝 這可以讓我們實驗有許多樣本 然後最後可以做平均 可以減少實驗的誤差 再來是要講鋁波子的部分 我們最後採用的是加厚鋁波子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鋁波子的皺褶會讓我們電池側的運動不穩定 而加厚鋁波子呢 不容易產生皺褶 有助於我們的實驗順利進行 接下來講到我們的磁鐵 一開始磁鐵呢 是依4號電池的尺寸去做購買的 所以會有直徑為8mm的磁鐵 是非常小的 為什麼我們需要有一個打動的磁鐵呢 因為我們電池在正極的部分會有一個小凸起 那我們有這個打動的磁鐵之後 它能夠幫助我們 讓電池車的結構更加的穩定 然後我們做實驗時候才發現 這個4號電池沒有力 所以我們決定採用3號電池 而這個3號電池呢 旁邊有一個圓 它直徑是1.45cm 所以說我們剛剛採買的磁鐵呢 在15mm的尺寸以下的都不能用了 於是我們需要重新採買磁鐵 最後呢 我們是採用這些磁鐵做為我們的實驗材料 右邊這張圖呢 是我們所有磁鐵疊起來的樣子 接下來要講到我們的運行軌道 一開始我們認為 電池車讓它在地板上跑就好了 可是地板上其實有 1.2度到1.6度的起伏 那這個對於電池車來說 就會跟越野一樣 會導致它沒辦法啟動 或跑到一半就沒有力了 所以說我們採用的方式 在地板上墊塊木板 雖然木板可能還是會有傾斜的角度 可是至少不會有上下起伏的傾斜 我們做到一半之後 又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鋪了木板 它還是到中間就常常停下 我們推測木板有U字型的變形 經過上網查詢資料後 得知木板在比較濕的那邊會凸起來 在溫度高的那邊會凹下來 於是我們又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將木板調整到凹面槽上 再重點加重物鴉片 雖然這樣還是有地形的誤差 可是我們已經盡量將誤差減小了 還有一個電池和磁鐵的向性問題 像強力磁鐵對於減性電池的磁力就比較強 而對於碳性電池的磁力就送花快了 所以碳性電池在跑的過程中呢 它就會掉下來 不適合作為我們的實驗器材 查詢資料後 我們推測碱性電池在製作外殼時 會使用某些合金 其中包含一些磁性物質 而為什麼碳性電池沒有用到這些合金呢 我們就不太了解了 現在來講我們的量測儀器 三用電表 我們在這裡主要講的是準確度的方面 我們看這個600V的那個準確度 那這個1.5%加1DGT是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我今天量測到一個物品 它的電壓是400V 那它就有400X1.5%再加1V的不確定度 為什麼是再加1V呢 因為是1DGT的貢獻 可以讓它的不確定度再加解析度 所以算出來它的不確定度就是正負7 好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電壓的準確度其實還蠻高的 那這個電流呢 就稍微比電壓還要低一點 那這個電阻呢 又更低了 而我們在這次專題中 我們需要用到200Ω的這個檔位 它的準確度其實不盡理想 於是我們也不在電阻的部分多做討論 再來要講我們的拍攝器材 手機 有一點是比較方便隨手可得 我們在分析是否能近視為等加速度 是我們需要的這個幀數和畫質不太夠 所以會造成誤差 然後我們分析數據與製作圖表呢 都是用Google試算表 有一點是我們可以組內共同編輯 而且它與Google簡報搭配圖表能夠做連動 我們製作數學的圖片呢 都是使用NOCTEX 我們可以把一個數學的式子寫成NOCTEX表達式 我們之後再把它轉換成圖片的形式 就可以很方便的製作我們數學的圖片 接下來還有用威力導演 主要是在分析運動狀況的時候 我們會用威力導演將拍下來的影片 一陣一陣的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呢 我們再用Photoshop來進行圖片的分析 可以將我們的精確度精確到像素 也就是我們能達到的最小單位 接下來我們講實驗結果與討論 我們分為以下這些來討論 首先是操作變音 我們有剛剛講的電壓 鋁箔子電阻溫度還有鋁箔子的皺褶 我們電壓的部分我們可以選用高壓電池或是串聯 但是呢我們發現串聯兩個電池導致重量增加 而且它的接法會很困難 因此速度增加並不顯著 而如果是電池本身增加電壓的話 市面上並沒有那麼多種電壓電池可以做實驗 所以我們只能用已經用過的電池做實驗 然後可以獲得下圖 可以發現電壓越高速度的確有變高的趨勢 用過的電池電壓範圍大概是1.6伏特到1.4伏特 再更低的話因為跑不動所以沒有辦法做實驗 然後我們還有試過12V的電池 12伏特的電池 可是它可能是電池過高或者是有過載保固 所以它沒辦法達到太大的電流 我們的實驗結果是它跑不動 而電池的部分我們發現 在金屬軌道的電池相比起電池的電池小到可以忽略 因此只要底部是金屬的話 基本上影響都不太大 溫度的話我們發現在實驗範圍內 可能差不多開始與結束可能會相差好幾度 可是這好幾度對於電池的電阻其實影響並不大 所以其實也是可以忽略掉的 最後鋁箔紙的皺複 鋁箔紙皺複會導致軌道凹凸屏 而進階產生實驗誤差 所以我們會選用做的較少的鋁箔紙 然後也會稍微把它壓平一下 讓我們的實驗數據更準確 接下來要講電池在通路中的放電曲線 我們測量的方式是將三用電表串連入我們的電路 之後用手機把整個放電過程記錄下來 最後依照影片將數據一秒一秒填入Google試算表 我們可以看到三號電池的放電曲線比較頻繁穩定 四號電池的放電曲線叫三號電池不穩定 它下降的比較快 而且它保電的時候 最大的電流大約是三號電池的60% 導致使用四號電池的電池車跑一兩次 它就跑不動了 12V的電池整體來說電流量極小 最大的電流量在0.3A 而且它放電的時候電流會急劇下降 我們看到這個圖鋁上面有許多副平整的地方 可能是我們的時間單位不夠小 讓它變得比較平滑一點 可見它的電流真的是非常不穩定 之後我們看這個整合圖表 我們發現三號電池在跑到500秒的時候 跟四號電池的最大電流是差不多的 又就可以知道為什麼我們實驗要選用三號電池 因為三號電池叫四號電池電流強緊 而且它的電池車的速度會比較快 它相對於四號電池受到較小阻力能夠繼續前進 容易造成數據的報廢 也能夠減少我們實驗上的誤差 而12V電池那微小的電流別說是要做的實驗 根本不可能驅動這個電池車 接下來來講磁鐵直徑與其加速度的關係 那我們要什麼去做這個實驗呢 我們設置一個固定的軌道讓電池車在上面運行 這個軌道呢是120CM 然後我們用最新的電池來減少這個電池的個別差異 對於這個勞倫智力的誤差 我們每一個便應取三個數據後 平均得到我們的結果 下表為15Nm、18Nm、20Nm、25Nm不同的磁鐵直徑 為兩輪的電池車所花的秒數比較多 主要因爲我們假設磁運動筋式為等加速度 而我們等加速度的依據在後面分析會有提到 於是我們代入公式 s等於1 2分之1 at 平方算出加速度得到下表 觀察下表發現以18Nm為磁鏡的原型磁鐵加速度會最大 於是我們推測以15Nm為磁鏡的磁鐵相對於48Nm磁力不夠 而20Nm與25Nm相對來說又太重 接下來要講到厚度與其加速度的關係 實驗方法與測磁鐵直徑與其加速度的關係相符 於是在這就不多做贅述 而我們固定磁鐵直徑為20Nm分別討論它在3Nm、5Nm、8Nm的厚度下 跑相同距離所花的秒數 那麼跟前面一樣我們假設磁運動筋式為等加速度 所以我們代入公式s等於1 2分之1 at 平方算出加速度得到下表 觀察下表發現厚度越厚的磁鐵加速度越快 然而這可能是我們沒有測到比較極端的數據 比如說我們如果以20Nm的磁鐵來做實驗的話 它的加速度可能就有下降的趨勢 接下來要講到磁鐵撈大遠的轉動直徑與不同磁鐵直徑的關係 而在這個實驗中我們沒有使用木板減少我們的誤差 因為它在轉動的時候需要用到比較大的空間 我們沒有那麼大的木板 其實我原本想要用許多的木板拼成一個大的場地 可是這個木板彼此之間的契合度不是很好 它有可能一個木板是前翹一個木板是後翹 然後它拼起來的時候就會凹凸物品 不如讓電磁車直接在地板上面跑 那我們要怎麼測得我們的數據呢 電磁車在鋁箔紙上面跑完之後會留下輪印 於是我們就用卷尺測量圓形輪印的直徑 來得到我們的實驗結果 下表為以18Nm 20Nm 18Nm 25Nm 20Nm 25Nm 25Nm 且後路皆為10Nm的磁鐵 作為我們電磁車的兩輪 下表是我們整理出它們的轉動直徑 我們用前面所推出的公式算出我們的理想值 將數值帶入公式中整理出下表 後與我們的實驗數據做比對 發現誤差非常的大 那是為什麼呢 經過我們的思考之後 可能是因為我們當初沒有考慮磁鐵厚度的原因 我們考慮厚度之後修正我們的公式 我們先觀察它的接觸點 分別為大磁鐵離電磁較近的地方 和小磁鐵離電磁較遠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加D2在分母那裡 那這個D2是什麼呢 這個D2就是小磁鐵的厚度 所以這就是我們修改之後的公式 那我們再把數據帶進去 我們修正後的公式裡面整理成圖表 之後做比對 最後就是算出我們的百分誤差 我們可以發現 在20Nm 25Nm的這個數據呢 百分誤差較大 誤差來源可能有2 第一個是這個磁鐵本身有公差 第二個就是我們公司依然有改良的空間 那麼在18Nm和20Nm數據中的外緣 誤差也很大 可能是因為磁鐵載到大原時會滑動 造成我測量的誤差 接下來講兩端不同磁鐵直徑與其加速的關係 而因為我們沒有足夠大的木板 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電磁車會受到地形的影響 而有突然加速或減速的趨勢 做出來誤差非常大 所以我們不討論 最後我們要討論不同電磁長度與轉動直徑的關係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定制電磁的長度 於是我們採用磁鐵加長它的長度 那麼下表是以18Nm、25Nm且厚度為10Nm 作為兩輪的電磁車 它電磁分別不加長 和加長10Nm還有加長20Nm的這個數據 整理成一個表格 之後再將我們的數據帶入我們修正後的公司 算出我們的理想值圖表 做比對之後算出它的百分誤差 發現百分誤差非常的小 代表實驗數據與公司非常的溫和 接下來是實作分析的部分 我們實作分析分為以下幾點 有等加速度的假設依據 還有最小的啟動條件 接下來是能量的轉換效率 還有最後是屍體繞大圈的時候 軌道改變的情況 首先我們先假設等加速度的假設依據 等加速度假設依據 對於後面的幾點分析都有很大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需要先確定它是等加速度 然後為什麼冷靜是為等加速度呢 我們做了實驗分析 首先我們先拍影片 然後利用威力導演 把第一秒、第二秒、第三秒、第四秒 以及第一加三十分之一秒、第二加三十分之一秒 一次雷腿這樣子 擷取下來 再用Photoshop把它的軌跡畫出來 然後進行分析 我們發現呢 每兩正之間的圖片 它們的像素差 記錄在底下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如果我只看前四秒的話呢 大概是可以近視為等加速度運動的 而第五取樣點的順時速度 可能是因為木板的高度問題 所以會有點不差 不過至少我們可以大致上 近視為等加速度運動 再來就是 我們單位是像素沒正 所以說 兩個不同的影片間 它們並不能互相比較 因此這可能是同一個實體 但是我們量出來的結果會差 差距蠻大的 就是這個原因 接下來我們 可以 假設它是等加速度運動之後 我們來計算最小啟動條件 根據s等於2分之1at平方 我們s是1.2公尺 而t我們在實驗中有進行測量 所以可以算出a 再藉由a算出我們的f 也就是力 就可以 除以2就是單邊吃點得到的力了 因為力的大小與電流成正比 然後電流基本上又跟電壓成正比 所以我們力是跟電壓成正比的 接下來我們 只要找到最小啟動條件的電壓 也可以推斷出進摩擦力是多少 這個進摩擦力是滾動摩擦 不是我們一般想的進摩擦力 接下來所有的力學分析 都是使用統一規格的磁鐵 這樣子來分析比較方便 其他的磁鐵呢 基本上都是有同樣的趨勢 只是我們就沒有把放圖表上來了 首先呢我們以a對v做圖 來預測最小的啟動的v為何 然後我們做出這個圖之後呢 發現相關係數的值是0.797 並不是很高 相關係數平方 但是呢我們其中有五六個數據點 是一開始沒有鋪布板讓軌道變平坦 我們為了讓數據更貼近真實一點 我們找出五個誤差最大的數據來刪掉 然後刪掉之後呢我們的誤差值 五個數據大概是14%左右 所以我覺得這個算是還好 可能真的那五六個數據應該真的是木板的 然後我們刪掉之後呢 我們得到的r平方值是0.945 這也可以印證說我們的 假設它等價速度的推輪應該是正確的 因為我們這邊是a對v的關係 而我們的a是由2分之8平方算出來的 所以這是有兩種不同的方法算出來的東西 既然可以達到0.945這個相關係數 所以我們用它是等價速度來算 應該算是還算合理 至少在我們實驗範圍內是合理的 而我們根據它的擷具呢 我們可以發現它的y擷具的相關係數 在圖表上的顯示是-0.694 而此實驗裝置的重量為60公克 所以最小區克服的力為0.042牛頓 也可以算出此裝置提供的力是電壓乘以0.031牛頓 那邊實體就是電壓乘以0.015牛頓 而我們接下來來估算能量的轉換效率 我們首先呢先用三用電表來測量90公分長導線的電阻 得知其大概為0.04歐姆 我們接下來來測量電路通路時的電流 我們就是讓電池這樣子 讓電流通過底下的星數然後再到電池再到導線這樣子輪過去 然後得到的R的平均值是0.042歐姆 標準差為0.064 雖然說有點大 可是也還算可以分析 還算可以估算 所以我們以下都是估算 並不能說是非常精確的數值 然後我們將我們算出來的0.04歐姆 所以我們計算電池鐵總共對於運動做的功是1等於2AS 在這裡包含了摩擦力消耗的功我們也算進去 所以等於2乘以0.025 然後乘以V 0.025乘以V是A 而1.2就是我們的軌道長度 另外我們磁鐵本身消耗的功率 功率是I乘以V 也就是V平方屬於T 然後我們電池力做功是W等於IVT 也就是P乘以T 然後也是T乘以V平方屬於R 也就是算出來是V平方乘以T除以0.038 接下來我們將E除以W 就是能量轉換效率 是0.0029乘以T除以TV 接下來我們計算TV 但是TV呢在每次的指定不是固定的 我們只是要做大致的估算 所以我們將所有實驗的值呢 取平均是10.9 標準差為2.9 我們以10.9來算 所以0.0029除以10.9 大率估算之下 人量轉換效率約等於2.7乘以10-4次方 也就是萬分之2.7 效率非常的低 大部分人量都轉換為熱能 接下來我們來分析 磁鐵道大圈的軌道改變 首先我們知道 在平坦的軌道上 它基本上是不會有軌道的變化的 所以呢我們現在來算一下 這個裝置可以爬上幾度的上坡 假設電力為全滿 也就是1.6V 那麼加速度大約為0.125公尺除以秒平方 那麼假設G為9.8公尺除以秒平方的話 G在斜坡上 沿斜坡方向提供的加速度為Gsinθ 而Gsinθ會等於加速度0.125 算出來θ值約為0.73度 這個角度已經超過我們最小能確定的精確值了 而且也不是我們目前的實驗器才能夠達到的精確度 所以我們沒辦法進行實驗 只能以理論分析 然後觀看觀察現象 看看是否符合我們的分析 首先呢我們看一下兩段磁鐵 大小我們磁鐵大小是相等的 但是半徑大小不同 所以說呢他們會繞大旋轉 而且兩邊瘦的電磁力大約相等 然而內外圈的回轉半徑不同 所以他們的向心力也會不同 內圈的向心力比較小 所以它的摩擦力也會比較小 因此呢假設我們在下坡的話 外圈會比較容易突破近摩擦力 然後開始變成滑動 當它變成滑動之後近摩擦力會更小 所以外圈會加速 而導致軌道變小 到了散坡之後呢剛好相反 會內圈比較容易突破近摩擦力 不過也是軌道變小 所以我們可以確定平坦的地面 如果是上坡或下坡的話 基本上軌道半徑都會變小 也就是會往下坡的方向移動 這樣子的話跟我們的嘗試還算符合 所以我們的分析可能算是對的 接下來如果說軌道半徑要改變的話 我們推測是因為在我們的軌道起伏不平 所以說呢 磁鐵左右兩邊的高度會不一樣 兩邊的摩擦力不一樣的話 就會造成有一邊 波及摩擦力的那邊速度會比較快 然後這是我們導大圈的示意圖 我們磁鐵假設是逆時針旋轉 它就會這樣一直往右邊轉 然後這裡也可以看到它的軌道變化 就是炒單一方向 然後呢在底下的話呢是內圈滑動 在上面的話是外圈滑動 這就會炒單一方向改變 好現在要來講我們的結論 我們結論呢總共有九點 第一點呢是三號電池放電曲線較穩定 強勁適合作為電池車的電力供應 第二點是電池車的運動可以近視為等加速度 第三點是在25M到15M直徑磁鐵中 直徑為18M的強力磁鐵能夠帶來較大的加速度 第四點是在3M到8M的磁鐵厚度中 厚的磁鐵能夠帶來較大的加速度 第五點是我們的轉動半徑的公司 對於磁鐵長度預測吻合 而在半徑的部分有修改空間 第六點為當半徑不同時 電池車的旋轉圓形會往下坡滑動 第七點為電池車驅動最小區克服的力為 0.042牛頓 第八點為粗略估計電池車的能量轉換效率 約為2.7乘10的負四次方 最後一點單邊直徑為20M厚度為8M的磁鐵導輪 之力約為硬壓乘以0.015牛頓 我們的報告就此結束 謝謝大家的觀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